可是有在對位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進球 是 他是射手 雖然他最近的命中率比較低 但是他還是要不斷的出手 對 在未來 這一個時候黃松安的三分 這個面包 我們看到今天中信特攻的卡位籃板 就做得比較好 剛剛球一出手 所以我看到球 這個時候競算N1 克利斯剛才還撞倒了裁判 但是無傷大雅 他把球擺進了 利用Pick and roll 不斷的切入到進區去得分 他有一個很好的變換時間的節奏 但是時間節奏差 克利斯也擺出來 再回到柯德紐 柯特要來單打正穩定 後仰的一個出手 被柯丹賞掉了虎鍋 是 柯丹很積極的進去協防 後面撥車過來 競算N1 艾德好球 曹清湘 回過來之後 小台外線的出手 依然是沒有進球 快攻 這邊要來產生 謝亞瑄上籃 出手依然沒進 後面還有艾德 還有艾德 還有艾德 中信特攻的外圍三分球 終於是進了 第二屆謝亞瑄 對 至少他們不會畏懼 就是外線三分的一個投射 是 而且謝亞瑄投進上面 我相信是中信特攻最想看到的 對 中距離的艾德 對 艾德 今天目前拿下了十分 而且他的投完命中率是很高的 這下四秒鐘 轉移出來艾德外線 出手進 是 所以空檔出來就要投 可能之前的秦松 他的中距離不是非常好 但是今天他已經投開來了 這個球最後球進 林偉翰 教練必須要控管他的上場時間 是,因為他的腳傷看起來 只恢復到五、六成 對 他以往很多的切入 現在是看不到的 不過這個球 中距離的勾射還是好球 是 這兩波就是想要用黃 黃瘟漢的身高優勢來打平陣 最後想用全球傳球差一點點球掉 劉遠翰繞進來之後 給到黃瘟漢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 彈得出來 最後還是在劉遠翰的手上 外洩的三分終於來了 是 我講的就是這個球 第一波你怕他切入你沒有關係 但第一波他沒有切入你就應該壓迫上去 就是在離他一步 這個小球比較漂亮 藍底下賺了一圈之後 最後是艾德擺進了兩分 三次犯規他也不敢做下手的動作 外圍的嘗試 下半場比賽一籃 這個藍框如果對特攻來講 比較好投的話 那三分球要多投了 外線最好的柏欄的機會 今天的外線 真的投得相當的出色 夏娟再轉移 比腳位置三分球 好 艾德也來了一顆三分 中藝特攻在進區讓他... 讓台北戰神太好位置接到球了 對 所以幾乎不需要做任何什麼動作 就可以直接做出手的動作 對,但是這個地板給球漂亮啊 翔森分球 黃昌瀚刺出肚腳 美進 夏娟找到籃板 要注意這幾波 台北戰神都是做一個外線的出手 外線的出手 他彈的籃板通常會彈得比較遠 進去外面接到球 而且手上去的情況之下 他就不會有切入的慾望 現在又有快空的機會 另外來九個角力斯 左手放進 追到兩分差囉 而且裁判好像有給了一個犯規 是,這一個球精算 然後1 比賽的第一顆Fill Go 直接場傳到前面來 艾德沒有出手的機會 ve 曼翰外線的3分 BANG 現在身上線速 都持續飄升 夏娟超級成功 前面快過的上籃 進 這場比賽中心得空逆轉了 不然不能讓他把球傳到籃底下 讓對手輕鬆的得分喔 劉亞漢 切進來之後 分球給到外圍來 超級大號的空檔 克里斯出手沒進 但是克里斯找到這顆球之後 進來的高差滿進 地板交給克里斯 贏進來膽受扣籃 Oh my goodness 就給要回來啊 對 賈萱 打球先負心的出手 BANG 給他進來 轉出來之後 叮叮的一個三分球頭天 克里斯找到籃板 要直接給到前面 愛德兩步進球競爭 And one 這一定是這一場球第三次 愛德非常積極地做轉換快攻 然後直接上籃 而且三次都是競爭的加法 對 在外面把球傳給本土球員上籃德本 通常都是 顛倒過來 再給他外圍來 柯丹底線的三分球 出手沒進 再撥一下 柯丹找到這顆球之後傳出來 有球員倒地 不過馬上的來回防 下圈補頂的三分球出手 進 再分出來45度角的外線 差一點點 球再撥出來之後 依然是戰神的球權 在籃底下 這一球再勾 再撥沒有 這個防守籃板 怎麼又是放了愛德在最前面 沒有人去做到的在前防守呢 這攻他們是一個以防守為主的球隊 他們在贏球的時候 平均四分只有86分 這球跑出了非常棒的空檔 林偉翰的助攻交給謝亞軒 就會把這個冷痛 把這兩球把它完成下來 對 其他的成員必須要支撐著他 中距離的謝亞軒 進 依然是穩穩妥妥的 非常的大心臟 射穿你的心 對 所以目前的狀況就是 誰都可以放就是 你勝不能放 後側回來 林偉翰的三分球 好 拉出來 愛德轉身 愛德進了 這麼艱難的一個位置 也能夠進球 這球掉了 裁判的傷心並沒有響 林偉翰 前面三打一 交給了愛德 跨進去 這球放進去 好這個時候看起來 台北戰士要喊出站體 但林偉翰後面拉傷了 哇 對 對 地板上又要滑倒了 外圍三分球 這是愛德 分數繼續的往前推 這時候可以把節奏放慢一點 因為現在領先的分數有到八分 找到最好的機會 再做出手的動作 又要高給到籃底下的謝亞軒 另外還在助攻 好 可能二十秒鐘 七分差距 這一分對於特攻來講非常的重要 打進的話 戰神要來追擊會比較困難 對 還是把節奏方面找到最好的機會 交球之後 克里斯 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助攻 林偉翰 今天到底要傳出多少次的助攻呢 升級的一個形式 但最後裁判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絕判 雙方犯規 那都是一般性質的犯規 外圍夏軒的三分球 謝亞軒 夏軒 夏軒這把並沒有罰進 那時間流失料之後 中興特攻是以九十五比八十八 我們來擊敗了台北戰神系列戰 現在雙方變成了一比一的平手 我們在今天的這場比賽 特攻 不管是 謝亞軒的一個個人表現 個人拿下了二十四分 還是林偉翰十四分的一個進場 外帶了十三次的助攻 然後呢還有鬼的艾德 三十二分的一個個人表現 而且外帶了十一個籃板球 打下了這一場的比賽 馬下 地球 一場比賽 兩場比賽 還要來 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 那場比賽 感谢观看